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威 這次要介紹的是不知名廠商 無版權 鋼甲邪容 Grand Dragon 這隻是最近討論度還蠻高 對岸生產無版權 無品牌 電影一集玩家裡面登場的那隻Mega Gojira 有人說這隻是NECA原本要出的 模子開好了 結果哥吉拉版權被收回胎死腹中 所以用無版權 無品牌的方式生產戒屍還魂 而這說法沒有根據 所以全當意測 而且以這隻的關節與把玩手感 我感覺也不太像是NECA的東西 所以大家當故事聽就好 一集玩家Mega Gojira內容物包含本體 外掛的小飛彈零件一對 整隻份量很足 甚至大過大多數 NECA與SHM哥吉拉是這隻的爽點 重手感也有 細節刻畫紮實感也足 以千元左右美系商品定位來說已經能拿高分 外觀上不是純照電影裡的造型來做 畢竟細節不太可能一樣 但這隻跟設計者原稿裡的造型有很高的相似度 所以考具方面也有做足 而純CG的Mega Gojira好處就是可以不用顧慮人穿皮套的結構 能把外觀設計得更機械化 所以這隻的手腳有很重的純機械感 機械控應該會看得很爽 頭部雖然沒有像電影裡那麼帥 但整張臉從正面看還滿有反派BOSS味的 而且大大的臉顯得有點憨傻 意外的有點可愛 而側面看是很純粹的機械大恐龍概念 整體相當的昭和風 比較可惜的是眼神塗裝太過暗沉 如果改成亮紅色會更煞氣 不過張嘴的設計有扣分 首先是可動開合度不夠 氣勢沒發揮出來 其次是嘴巴裡毫無細節 連基本的射線口也沒有 浪費了那口細節還不錯的牙齒 身體部分是真的讚 身上充滿各種誇張粗暴而鮮明大膽的機械結構 還有鐵桶般的出勇身區 完全顯示機色本身很懂歌吉拉 而商品也沒有偷懶省略掉這些細節 但這隻有個尷尬的點是舊化塗裝太過頭了 實際上這舊化效果其實還不錯 真的會令人感覺部件長期使用 所以金屬零件上堆滿機油污漬充滿年代的做舊感 但這隻Mega Gojira可非封城在倉庫裡無數歲月的老機械 而是遊戲老總的最終兵器 外觀應該要很亮很炫才對 所以這身舊化雖然做得不錯 但不符合這角色應該有的狀態 讓人感覺很跳透 這隻在設計上我覺得應該有致敬當年 深賴泛逸的海豹版Mega Gojira 除了脖子那圈電線外 手背的結構也很相似 都是明顯以指砲為主武裝的形象 不過電影裡的Mega Gojira 手指是可動能抓人的 商品版沒有給爪子版的替換手 所以只能用來打手槍 肩膀的飛彈應該是原創零件 替整隻增添了視覺豐富感 但飛彈的細節不忍觸睹 雙腳完全不用考慮需要人穿皮套的問題 是很純正的機械結構 所以雖然只是簡單的分件可動 並沒有機械聯動或油壓管的設計 但這種粗暴卻爽快豪邁的設計感 應該會讓機械控愛不釋手才對 背甲跟背棋的細節相當到位 但要注意的地方是 這隻一直延伸到尾巴的背棋 都是相當尖的硬塑膠 非常扎手 手指捏下去的痛感 快跟捏碎玻璃差不多了 所以不管是大人玩還是給小朋友玩 都要小心受傷的情況 尾巴如果開盒時死活裝不進去 可以用吹風機吹熱的再裝 整個尾巴沒有很長 可動也只有設計了三節 最大的作用就是當第三隻腳撐地 不過整條尾巴上全是握著很痛的尖刺 看著很爽但影響把玩 兩極化 比較的部分 畫面右邊是NECA必要藍蒂哥 左邊是2021金剛哥 可以看出這隻Mega Godzilla 比基本款的哥吉拉都還要高上一點 但基本上彼此是都能搭配的 歷代Mega Godzilla的比較 每隻的風格都不同 但一級玩家這隻從外觀上 就可以看出設計的確不是亂來的 而是真的有考具有參考之下的產物 當然電影裡最重要的幹架橋段 就是Mega Godzilla與Gondam的巨大戰 雖然電影裡的出剛比較像是NG的風格 但實際商品能拿來搭配的比例是1比144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這隻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外觀是真的設計的不錯 但可動爆幹爛 那在可動不好的情況之下呢 它背後的這些旗啊 還有它的這個尾巴都尖到 就是你也不太好去搬它的關節 所以整個把玩的手感都不是太好 關節的部分 肩膀就是一個純粹的球關 所以說肩膀上台的可動沒有很優秀 大概等於沒有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往前 再來就是因為是球關的關係 所以它的一個微調角度倒是還可以 那這隻呢 有設計一個上臂平面迴旋的旋轉關節 但是這個平面迴旋設計的不是很好轉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覺得轉不動的話 一樣吹風機吹熱了之後再去動它 手肘的部分 就是一個配合它機械結構的可動 所以可動性還不錯 收納 然後甚至可以往後扳 手腕的部分 除了它原本的這個左右翻動的關節之外 本身也可以做旋轉 手指是沒有可動性的 嘴巴的部分 就是只有這樣子的一個可動性 它沒有辦法頭上台之後 增加它嘴巴大開的可動 因為它頭上台的可動 本身設計的也不好 那它從腹部這邊有一節關節 再來這一個紅色的燈的這個部分 有一節關節 再來脖子本身有一節關節 但是三節關節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往前幾乎沒有可動性 往後也是沒有可動性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只有旋轉 而且旋轉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而且你在轉它的身體的時候 會捏到它的背起超痛 所以它從脖子一直到下顎 然後一直到整個水桶型的身體的可動 都是很爛的 那寄望於它的大腿的話 大腿是一個二重球關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一隻的關節左右不對稱 所以它的左腳有一個很大的空隙 然後右腳沒有空隙 所以可動上的話 左腳會比較好 那這個二重球關的主要作用 其實就是大腿開合 然後再來往上抬 是順著它的一個 原本就預定好的角度在抬 那再來小腿的部分呢 這一節是一個關節 再來有一個反向的這一個關節 腳踝有上下 再來這個應該是一個斜切的接地可動 那腳趾雖然說是靈活的 但其實是軟膠 那因為它的小腿很細的關係 所以它的身體單純用小腿 要撐住它身上的重量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它大部分的時候 也還是必須依賴它的尾巴來支撐它的體重 所以說它的下半身的關節 雖然說它的關節數量是夠的 但是整體的一個靈活性來說 就普普而已 沒有很優秀 尾巴的部分雖然有一節 再來應該是這裡吧 對這裡兩節 然後前面這邊還有一個三節 所以有關節是一回事啦 但是它設計上這個尾巴 其實也沒有什麼靈活性 而且這個尾巴真的很尖 所以你就算想要旋轉一下它的角度 你也會手很痛 結論 雖然是無版權無廠商來路不明的東西 但不管是一級玩家 Mega Gojia的正統性還是商品本身的還原度 都值得推薦 就當成NECA Gojia來買 感覺沒有什麼問題 而如果你也覺得這支有舊話過頭的問題 我看到對岸的介紹 這支好像有好幾個版本 顏色也都不相同 而我手上這支已經是最亮的版本了 另一位台灣玩家開箱的那支更黑更髒 所以買之前建議先詢問店家是哪個版本再購買 以上就是本次無版權無廠商鋼甲邪龍 也就是一級玩家Mega Gojia的介紹 詳細的推薦說明請點擊下方的推薦網站 喜歡阿姆園的文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園的軍部 阿姆園的軍部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掰掰 阿姆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